Hello 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机 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 今天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 它的书名叫做深度数位大扫除 这本书是我在今年大概五六月份左右的时候读过 然后我后来用了书里面的方法 直接用到我的生活上 然后我也把这本书的内容整理成了一个算是范本 然后照着做 最后做完之后我觉得对我的收获实在非常的多 所以这本书我想要分享给你知道 它里面在讲一个重点的观念 叫做数位断舍离 那数位断舍离的话可能很多人都有听过 可是却不太知道怎么做 或者说它的概念到底是什么 OK 那我会想要分享这本书 其实也有一个原因啦 因为最近呢有一个podcast的听众 他有写信给我 那么我就来念一下这个信里面部分的内容 来给大家听一下 他说嗨瓦机 我是Ruby 是一位Android的使用者 没有办法直接在podcast上面留言 所以想说私讯也可能会漏掉 就用信箱来留言给你了 这几天趁着工作有空档的时候 听了好几集 在其中第九集 脑力全开的时候 听到作者有分享四种数位恶棍 其中你有提到一本深度数位大扫除 希望有机会能听你分享这本书 数位科技有时候对查找资料非常方便 但是面对社群软体的吸引 会导致时间都浪费在无意识的滑手机 其实真的很困扰 而且自己也知道这样真的是很不好 OK 我这边先中断一下 就是如果你是Android的用户 或者说你不是苹果的使用者 你还是可以在电脑上下载iTunes 然后在Apple Podcast上面留言 我有写过一篇教学文章 只要简单的好像三个步骤 四个步骤 就可以办到这件事情 那我把这个文章的连结也留在 我的Podcast的说明栏里面 那么接下来我再念 他说也听了你分享 你把没有帮助的App删除了 那么瓦机你会觉得 你与身旁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会有隔阂吗 可能对方追剧的时候想要找你讨论 可是你却没有追剧的习惯 或者是他看到某一则新闻想要跟你分享 但是你却没有follow到等等的 前阵子我关掉了我的脸书还有IG 维持了一年左右 我发现我跟身边的朋友讲话有点接不起来 除了限制自己开社群软体的时间之外 还有什么方式呢 OK 所以他问的问题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想要我来分享 深度数位大扫除这本书 然后呢也提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把那些App都删掉了 该怎么办 OK 那我先简单剧透一下啦 我其实把那些App删掉是在我的手机上面 我把它删掉了 但是我的电脑上面还是可以去使用这一些App的 也就是网页版 所以我等一下会用这本书来具体的说明 我是怎么样来控制 手机或者是那个桌上型电脑 或笔电上面使用的比例或配置 然后你有提到另外一件事情是说追剧啊 如果说你没有在追剧 然后别人跟你聊追剧怎么办 那像我自己就是没有在追剧的人 那我就会装傻或傻笑 没关系啊 反正这个没有追剧也还好啦 你可以聊其他东西啊 你跟对方应该还有其他东西可以聊 我是这样觉得 不会不至于说没有追剧 然后就好像很干 好像没有东西可以聊 好那同样的道理啊 你可以想成一样 新闻的话我是这样看啊 如果很重要的新闻一定会传到你耳边 或者说很重要的新闻一定是到处都在传嘛 然后你的手机打开来 电脑打开来一定都是嘛 所以很重要的一定会让你知道啦 那如果对方知道的新闻比你多很多怎么办 没关系啊你就让他讲嘛 就是从他身上学习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 他花这么多的时间学了这么多的新闻 就是帮你浓缩一下讲给你听 这也是很不错的啦 所以我是觉得 有时候还是要取舍一下 就是你是不是在做自己真正重要的事情 然后你错过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那那些事情是对你来说相对不重要的 我觉得这是还好的 因为人的时间有限啦 你还是要选择一些是真正重要的事情 那那些不重要的事情 你要看开还是要放掉这样子 我自己是这样看的 OK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继续来看这本书的内容 这本书的话 他的作者叫做卡尔纽波特 他是一个教授在美国 然后这个人蛮怪卡的 他就是他不太用社群媒体啦 我记得他好像是几乎什么FB啊 IG什么推特都没有 然后他就是有一个个人的网站 现在他就是专注的在讲 那关于就是深度工作力啊 或者什么深度学习力之类的 他上一本书就是深度工作力啊 很有名 那这本书的话就他推出的时候就叫做 其实英文的书名叫做数位极简主义啊 然后中文才翻译成什么深度大扫除 那你可以想成是数位断舍离的另外一个讲法就对了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主要要讲的就是数位断舍离这个概念 你要怎么样把自己的生活跟数位的这些杂讯所区分开来 好 那这本书他在讲的有三个重点 就是说他说世界上面就是越来越多的这种数位资讯 然后越来越快速 媒体也非常的泛滥 然后世界非常的喧嚣嘛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外面的世界很纷乱这样子 然后他觉得这个时候你反而需要更专注在自己的内心 更专注在自己手上的事情 好 那他讲第二个事情就是说 科技到底带来了哪些价值 科技到底带给你哪些好处 这些事情是我们在运用很多科技的时候 必须先想清楚的一件事情 而不是已经用了这个科技 然后沉迷进去 然后无法自拔之后 有时候你可能就真的无法自拔 你永远就是趴不出来了 那他会很提醒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有一些使用科技的方式跟心态 很随时注意的自己到底是使用了哪些科技 为什么要用 好 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他就认为说 生活才是你的主要核心 科技要当成是辅助 而不要反过来让科技住在你的生活 所以他提倡的就是这一种 数位断舍离的这种理念 那么在这本书里面 他用了蛮多的章节 去讲一些像是媒体怎么样干燥我们啊 媒体怎么样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啊 讲了很多的这种故事 然后还有讲了一些科学的研究 说我们如何容易的被这种分心的这种来源给吸引 然后如何容易被这种娱乐性啊 或者说那种什么垃圾新闻之类的所吸引 好 那接下来的话 他在这本书里面还分享了一些实际的方法 就是所谓的数位断舍离的一个方法 他分享的这个方法其实是一个30天的过程 然后是一个你可以实践 你可以拿去直接用 是一个算是工具跟步骤的一个手法 那么我也简单分享一下说 为什么我当时候对这本书有兴趣 为什么会想要读这本书 其实我在大概一年半之前 我有先读过另外一本书叫做原子习惯 这本书大家应该都读过啦 很多人都应该都读过 那原子习惯我读完那本书之后 我稍微做了一件事情就是 我那时候觉得自己FB还有IG就是用太多了 所以我那时候试着用原子习惯的方式 去戒掉这一些社群媒体 然后我那时候大概做到的一个程度就是说 我把我的手机上面的FB的APP 还有IG的APP 甚至是那个PTT的APP 把它删掉了 然后我也限制自己 每一天可以用这些社群媒体的时间 我那时候设定的目标 是每天只能用一个小时 一个礼拜有五个工作天嘛 用一个小时 然后假日的时候 我是没有特别限制自己 所以那时候我做到的程度大概是这样 我那时候觉得好像这样就差不多了 结果后来我发现有一个困扰我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我在科技上班嘛 然后下班或是假日的时间 所剩不多了 然后我又经营阅读闲照站 然后后来甚至还开始经营 像现在我在经营 那个下一本读什么的Podcast 所以说在这些的经营的压力之下 我开始慢慢的会觉得说 好像数位的这一些东西 开始有点淹没我的感觉 像是我每一个礼拜都要写一篇文章 然后还要去社群上面去po文 然后去做一些图文并茂的一些 算是宣传 或者是说算是把一些好东西再分享给大家 所以慢慢的我会发现我的时间越来越多 被这些数位的工具所占用 然后我也开始就是那时候也开始说 一直去学新的工具 然后东用西用的 这个工具觉得不行 那个工具觉得不好 然后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中间其实也走了蛮多焉望路啦 然后后来会觉得说 好像自己蛮多的时间都呈现在这种 数位工具的这种算是茫茫大海里面 然后后来会觉得说这样不行啦 就在今年大概七月的时候 觉得说这样实在不行 所以就把这本书读完了 然后读完之后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下定决心试着去用用看 作者他说的这个数位段整理的方法 所以那时候我才把这本书认真的读完 然后真正去做里面给我的一些练习这样子 那么我在这本书的文字版的书品里面 其实我还做了一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本书有一点可惜的地方是 它都是用纯文字的方式来讲这些步骤跟方法 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在做的时候就觉得说 如果他这一个书的一些步骤跟手法 如果可以做成有点像一个模板 可能就是一步两步三步 然后让我填空 然后这样子的话应该会让我比较好执行 会让我比较有一个图像化的概念 我比较喜欢图像化的这个方式 所以我自己在做完了一次练习之后 我也把这一个这本书的内容 它所有的步骤 它所有的概念和问题 我把它整理成了大概三个A4大小的页面的一个范例档案 那我这个范例档案的话也放在我的部落格上面 可以给大家免费下载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直接到我的连结里面 我那个pocket上面会留一个连结 就是你可以去那边下载我的数位断舍里的范本 你下载回去的话你也可以照着用 上面可以直接填空 填上你要做的一些步骤跟流程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就跟你分享说 我在7月1号到7月30号 总共30天的时间 我做数位断舍离这边 然后实际上用的方法 回答了哪些问题 然后最后的感想是什么 也就是其实走完了一次 就是代表了这本书 整个的一个从头到尾的一个实践 那么我接下来就跟你分享一下这本书 它在做数位断舍离的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当然是你要先理解 什么叫做数位断舍离吗 那作者他用的英文是比较叫做数位极简主义 它代表的是一种运用科技的理念 指的是你把这些连线上网的时间 放在很少数精心挑选的活动上面 然后那些活动可以很强力的去支持 你所重视的事物 你也很乐于错过其他一切的事物 那么这个理念的话在于说 你要把你自己接触到的数位科技 尽可能的去做筛选跟精简 留下那一些真正有重要 真正可以帮助你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就是第一个步骤 就是你先理解了数位极简主义之后呢 你会回答自己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包含了这样子 作者第一顿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使用了哪些科技 你现在使用了哪些科技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去想说 你到底现在手边有用哪一些科技 包含了你用的3C产品 手机啊平板 然后或者是有些人会有电视啊 还是什么音响之类的 好你有哪些硬体 OK那接下来的话 你要想你有哪些软体 例如最常见的 大家应该都有FB嘛 IG嘛 然后有些人甚至会用D卡 然后PDT之类的 你用了哪些软体 这个应该是非常的多样 那作者希望你先把这些东西 放在心里面 他说你把这些东西列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原来你 使用了这么多的科技 然后他说 他这边有讲了一个故事 我觉得很有趣 他就说像是在Google工作的 一个前Google的工程师 他曾经出来之后啊 受媒体的访问 他之前在Google里面 是做广告的 然后他就出来的时候 他就告诉那个外面的媒体 就是告诉他们说 那Google其实到底在做什么呢 他说他们主要的问题 就是在于说 大部分的这些活动 除了是吸引广告商之外 那就是吸引你的眼球嘛 他们做的很多事情 都是为了吸引你的眼球 然后甚至是他们做的很多APP 也是尽量吸引你可以一直使用 让你一直使用下去 他就说了一句话 觉得很有趣 他说烟草公司 只想要你的费 但是这些APP的商店 他们想要的是你的灵魂 所以有时候你会不禁思考说 这些公司花了这么多的钱 这么多的时间 这么多的精力 在做这些APP 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不是就是让你可以 算是永无止境的 一直沉迷在里面 你沉迷在里面的时间越久 他们的获利就越多 他们拿到的广告费用就越多 所以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的 希望把你留在这些APP里面 就是这样的一个缘故 那么接下来的话 你还要认识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说 这些科技到底对你 带来了什么好处 举个例子来说 像我自己的话 最常用的就是手机 算是我自己用的是iPhone 然后这个iPhone 到底对我带来什么好处 是让我可以很快速的 联络我的亲朋好友呢 还是让我可以 很快速的追剧呢 还是让我可以 很快速的看新闻呢 到底是可以做什么事情 那有很多的APP嘛 有很多的功能 这个就是你要开始去想 到底这些媒体 这些科技 到底对你带来了什么好处 那么像是 还有一些科技啦 像是什么社群媒体 或者说像是YouTube啊 像是那个网络的论坛啊 像PTC之类的 这些东西 到底对你带来了什么好处 是让你获得了 一大堆的杂讯呢 还是让你获得一大堆 很有价值的资讯呢 这个不一定啦 见仁见智 看你怎么用 那么再来一个就是 如果你是用一些硬体的部分 像是我自己有在用电子书 然后我就觉得 电子书的话 是可以让我在外面的时候 比较方便的携带 可以看书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会觉得说 电子书对我 应该算是蛮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边你就要去思考说 哪一些科技 对你带来了真正的价值 好那最后一个就是说 其实有一些事情 你放弃之后 可能会带来很大的不便 例如说 你如果输了断舌离的 第一个步骤是 你要把手机丢掉 或者说你不要用手机了 那这可能会对你带来 是非常大的不便 可能会大幅影响 你生活的一件事情 所以手机 说不定在我们现在这个生活 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还是端看 你怎么去使用它 那么有一些些的电子产品 可能就不是那么样的必要 所以你还是可以去想说 到底哪一些东西 对你是真正必不可缺的 OK 那再来的话 数位断舌离的第二个步骤 就是真正的重头戏了 它说的就是 你要花30天的一个完整的时间 去做数位断舌离的 这个动作 简单来说 数位断舌离它有五个步骤 在这30天里面 第一天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去 规划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现在到底使用了哪些工具 把刚刚你想到的那些工具 全部放上来 这些数位工具 你全部把它裸列起来 好 列起来之后呢 你就在第一天 去开始分 先去分类一次 你要分类哪一些东西 叫做可有可无的 把那些东西都暂停下来 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像是这30天 你接下来要30天的断舌离嘛 那么你在第一天的时候 你就要决定 例如说好 PTT 这个网络论坛 你到底这30天 你有没有必要用它 你不用它会挂掉吗 你不用它会怎么样吗 如果你可以发现说 你不用它 好像也还好的时候 你就在这个时候 先把这个项目划掉 好 那第二步 你也可以继续写 就是例如说好FB 你可以30天不用FB吗 如果你可以做到 你不用FB的话 那你就把它划掉 作者是希望我们 在这个阶段 就尽量把这些数位科技 尽可能把它精简 只留下那些 对你的生活 是必不可缺的东西 那么在这个时候 他也鼓励我们 做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假设说 你要把智慧手机 留下来好了 你还是要尽可能的 规划一个 使用的时段给自己 例如说 好我的数位手机 只有每天早上 好可能起床之后 只用半小时 然后回家之后 只用可能一小时 你要规定一些 特定的时段 给这些数位产品用 如果你要把它 留下来的话 或者有些人觉得说 他必须留下他的LINE 才能跟家人 或者是同事去沟通嘛 那么你就把这个LINE 也留下来 但是你要规划一些 特定的时间去使用 你不要让自己 24小时都随时处于 可以接触到 这些数位产品的机会 这样子 那在接下来的 第三个步骤 他就会提醒我们说 在这个30天内 你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找回那一些 以前你比较 有点算是忘了去做 或者说你一直忽略了 去做的事情 例如说有一些 休闲运动 或者说你跟 亲朋好友的一些 休闲活动 并不需要倚靠 数位科技的东西 例如说 我在这30天里面 我做了一件事情 是我之前比较没有 去尝试过的 就是所谓的 静坐冥想 那个时候我就让自己 每一天 大概花20分钟的时间 在睡前的时候 做静坐的冥想 那个是我之前 比较没有试过的 我就在这个30天内 试着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那时候 也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 因为我还是要写部落格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 在写部落格文章的时候 我把网路就是中断 在写的时候 我就中断掉它 然后就试着 在断网的情况下 写文章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我自己 是蛮喜欢跳国标舞的 我喜欢跟我的伙伴练舞 然后我自己的话 就是在那段时间里面 我也提高了 自己练舞的一些时间 像是我那时候的六日 我就尽可能的拿来练舞 然后试着去做一些 平常数位科技 可能占了太多时间 却没办法做的事情 然后把那一些时间 拿来跟琴棚还有相处 这样子 还有一件事情 当然是很重要的 那时候也提高了自己 读书的效率跟时间 就是很多的时间 可以用来读书了 所以那时候 也多读了好几本书 那么在这个30天里面 你就会发现说 哪一些事情 哪一些休闲活动 是你真正很喜欢 然后渐渐的 可能会越来越爱上的 一件事情 然后你在最后 这30天结束的时候 你会再去做一个练习 就是去回想 哪一些数位工具 在这个过程之中 是支持你的价值观的 是带给你真正价值 带给你帮助的 例如我自己来说 我在这30天里面 我还是持续地 用笔记型电脑 因为我还是必须要 经营我的部落格 还是要经营我的一些社群 所以我还是有使用笔电 这笔电对我来说 是不可或缺 像是包含智慧手机 这对我来说 还是不可或缺的一件事情 那么我在这个途中 也有发现说 像是我自己 常常使用的Evernote 现在换成的Notion 那还有一个软体 是Trello 这个两个软体 两个软体 对我来说 也是不可或缺的 因为我在经营部落格 或在写文章的时候 都是必须仰赖这两个软体 做一些排程或规划 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 也大概知道了说 哪一些数位软体 对我来说 是必不可缺的 接下来的话 你就要去思考说 如何去使用它们 限制自己使用它们的时间 那我觉得 很好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 你像是我自己来说 社群媒体的话 我有限制我自己的时间 相信在 阅读前操站粉专上面 有觅过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会有一个 自动的回复留言 会告诉你说 我在礼拜二 或跟礼拜四的时候 我才可以回复留言 那假日的时候 是在礼拜六跟礼拜天 早上的两个小时 跟晚上 好像也是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只有在这些时段 我会留言 其他的时候 我是不会去回复你的留言的 那我觉得这个好处就是说 我可以稍微去控制一下 我自己在上面 花时间的一些时段 然后我可以去 让自己比较放心的 在其他的时段 做自己的事情 才不会觉得说 我好像时时刻刻都要在上面 回复大家的言论 或者是说 朋友好像找我的时候 我就非得也马上回不可 就是看到已读不回 好像觉得 你很没良心什么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说 当我做了这件事情 自动回复了这个留言 我觉得我在经营社群媒体上 好像多了一些些的一些 算是buffer 算是一些空间跟时间 让我有更多的时间 来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也不会觉得说 有点辜负了粉丝 或者说辜负读者 对我的一些打招呼啊 或者是留言的 回复的速度之类的 像我自己为例子的话 我是把手机和笔电 当成是两种不同的用途 像我的手机对我而言 是比较偏消费的一个动作 手机的话 我是可以拿来看一些网页 然后看一些简单的讯息 朋友传给我的 或是读者传给我的 那么我就单纯是看而已 我通常不会用手机 做太多的动作 也不会用那边去回文章啊 或者说用那边去回大量的讯息 通常我就是把它当成是消费用途 很快速的看 很便利的看 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笔电 笔电的话 我是把它当成是生产力的产品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像我自己的话 我会规划特定的时间 去做讯息的回复 像我自己对于读者 或者说朋友给我的讯息 我都会集中在某一个时段 像我比较喜欢的是在下班的时段 下班到家的时候 那时候你的心情 可能还比较混乱 那那个时候我就会 在那个时间 把这些讯息批次的 开始做回复 那在那个时候一口气 可能半小时内 就可以把很多的信 很多的讯息一次回复完 这样子是比较有效率的方式 那在其他的时间 我就比较不会再去分析 在每一个不同的时段 又要再去回复很多的留言 或回复很多的讯息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没有效率的 所以关键之一在于说 要批次嘛 然后要集中在某一个时段 不要让自己 无时无刻都会被打扰 这样子 所以我是把这两个工具 分别用在这个两个用途上 这也是我为什么可以在 平常很忙的 这个科技生活之外 还可以去经营社群媒体 然后也不会被打扰太多时间的原因 这是关键之一啦 所以我觉得这是 你可以试试看的一个方式 当我们去回头看自己 这30天的数位断舍里 所做的事情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说 哪一些数位工具 对你来说是真正必要的 不可以丢掉的 那哪一些数位工具 是你在那个第一天 day one就丢掉 是毫不可惜的 觉得完全没有遗憾 丢掉就算了 你就可以去发现 这两者之间的差异 那把那一些真正 对你重要的东西留下来 然后最重要的 还是老话一句啦 你要规定自己用它的时间 你要规定自己 用它的地点在哪里 你要知道自己哪些时段 要处于一个离线的状态 不要时时刻刻都想要 跟着网络连着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作者给我觉得 蛮有意思的一个点 就是他会请我们去规划 运用数位工具的时间 跟地点这样子 那最后 我在做完这30天的 这个数位断舍里之后 有一些感想就是这样子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所谓的独处的时间变多了 尤其是跟网路断线的时间变多了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还不错啦 那时候又觉得说 在这些独处的时候 多了很多时间自己看书嘛 然后写文章也是断线的状态 所以反而比较不会说 很容易受干扰 很容易受打扰 想要时时刻刻都要去Google 要去干嘛的 反而那时候会比较回到 自己内心的宁静的一个状态 蛮不错的一个享受 然后再来第二件事情 就是作者说 不要去按赞 那他说的意思其实是这样子 像是我们在FB上按赞 其实是属于比较浅的一个互动模式 你按赞也代表了 你就赞而已 你并没有再多额外的资讯给对方 所以这个的互动 其实是蛮浅的一件事情 所以那时候我就试着去 做一件事 就是与其按赞 那我不如去留言 比如说我看到谁的文章 我觉得很喜欢 然后我就会说 感谢你的分享 哪个部分对我很有帮助 那甚至是我也会看到 他写的地方很有意思 我会给他一些回馈 就是与其我只有按赞 倒不如我就留言 感谢他也好 然后觉得他某一个部分 帮助我也OK 然后甚至是我会回馈一些说 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怎么样怎么样 有不同的观点 那我就尽量用留言的方式去沟通 那这样子的话 是提高互动的一个方式 就是你 与其你都会用这个数位媒体 那你倒不如就是 跟对方 跟发文者的互动 更紧密一些嘛 那再来的话 是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 在休闲娱乐的部分 其实在这三十天 比较没有去 紧盯着数位媒体的过程里面 做休闲娱乐的一个好处 就是说 像我那时候就开始发现说 其实冥想是非常有用的一件事情 后来我大概缩短到 每天睡前大概是十分钟的时间 来做冥想 觉得效果是很不错的 然后 作者有提到一个观点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说 不要把休闲当作是那种 有时候就是 有些人会觉得 无所事事好像就是休闲 好像回家直接摊在沙发上 就是休闲 作者说有时候 刚好跟我们想的相反 当你觉得回家的时候 你完全躺在沙发上 什么都移动也不动 然后单纯看电视 单纯刷剧 什么也不动 脑袋也不动 这个时候反而是最容易消耗 你心力的时候 他说有时候 要反过来想 像是他认为 当你花时间在一些 相对来说有困难 有点挑战性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这时候反而 不是耗费心力 反而是会 引发你的好奇心 然后激起你的斗志 然后让你自己 更有精力去做一些 有挑战性的事情 好 那当然我这边举的例子 我自己的话 当然是读书 跟写作的部分 那这边的话 相对来说是稍微辛苦一点 但是你会发现说 你在睡前 也读完了一本书 或者说你在睡前的时候 刻意的去写下一些段落 其实反而不会说很累 因为那时候会动脑 那动脑之后觉得 动脑之后觉得 这个时候反而会更容易入睡之类的 我的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 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 不晓得你如果在睡前读书的话 会不会更容易睡着 我不晓得 这个给你可以试试看 那么最后一个感想是 所谓作者有讲到的 注意力的抵抗的活动 什么叫做注意力的抵抗 就是说你不要任由那一些 很杂七杂八的媒体 或者说那些资讯来轰炸你的脑袋 你要刻意的去筛选 刻意的去挑选一些优质的东西 作者他就有说一句话 我是很认同 他说 吸收少量而且优质的东西 其实是好过于 你去吸收大量而且劣质的东西 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的正确 少量优质 有时候带来的效果是好非常多的 然后你如果是大量或劣质 你可能会让自己脑袋已经被轰炸的 就是筋疲力竭 然后甚至也没有什么吸收 没有什么养分 这样反而是比较不好的 像我之前有接触到的一个媒体 就是华尔街日报 这是疯传媒推荐给我的 它是需要付订阅费的一个新闻媒体 那也是世界上应该算是 首屈一指的权威 除了纽约日报之外 纽约日报是免费的一些文章 然后其他的深入文章你还是要订阅 那华尔街日报是你一开始就必须要订阅 所以在像这种文章的话 它说的就会是比较深入 而且比较中肯的一个观点 那它分析的这个产业数据啊 或财经的走向之类的 其实都会来得更为精确就对 然后我之前有时候看那种雅虎新闻 可能就无聊看一看嘛 那现在的话其实你会发现 看久了华尔街日报 看那些雅虎新闻其实是完全看不下去 就是觉得这个媒体怎么品质这么低落 好了我也不是在输落它啦 只是说有比较的话你就知道 真的有很大的差别 这个真的要尝试过才知道 那华尔街日报的话 你还是可以去疯传媒的网站 然后它有免费的订阅的电子信 每个礼拜好像会寄三封出来 然后三封电子信里面分别 就是他们的那个编辑 会选一些文章 选一些好的内容 然后在电子信里面跟你分享 你也可以看一些免费的内容 所以我也建议你可以去试试看 什么样叫做优质的媒体 看久之后你会知道 它跟传统这种Yahoo之类的 这种普通的媒体 靠广告为生的媒体 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这个是你必须亲身去尝试 才会知道的一件事情 所以以上就是今天跟你分享的这本书 深度数位大扫除的内容 那你想要做这三十天的 数位断舍离的练习的话 真的是非常推荐 你可以到我的部落格 下载这个免费的范例 可以下载回来自己照着做 会发现有很大的收获 相信你可能收获跟我不太一样 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 跟每个人不同的使用情境 所以你可能也会不同的收获 也欢迎你可以在练习之后 也跟我分享一下 你自己的感想 让我们一起在这个 充满数位诱惑的年代 塑造一种值得享受的生活 最后按照惯例 我也来念一下 Apple Podcast上面的读者留言 这位读者留的是Michael 他说来自让人的感谢 他说呢 我是风针冲浪的玩家 在追风的过程中 需要长途开车 谢谢瓦机大大 你的节目深入浅出 老少嫌疑 非常适合开车时候收听哦 哇哦 这个是风针冲浪是什么意思 是我想象的那样吗 就是在冲浪板上 然后拉着风针 然后用风针带着你冲浪这样子 我不知道讲的是不是这件事情 是在台湾吗 还是在哪边 好像很有趣 对 也欢迎你再跟我说一下 这是在哪个地方啊 真的很有意思 谢谢你的鼓励跟支持 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到了一个段落 那么如果你喜欢 今天的节目内容 然后内容对你也有帮助的话 欢迎追踪下一本读什么 也到Apple Podcast上面 帮我留下五星评论 推荐给其他有需要的读者 你在节目上面 也想要听见自己的声音吗 你可以在语音留言的 这个连接里面 录下一段你想对我的提问 我会把它直接剪辑到节目里面回答 我每周呢 也会在阅读前照站的部落格 还有FB粉专上面 分享一篇文字版的读书心得 别忘了去追踪 还有订阅我的电子报哦 这是对我的最好支持 好的 下一本读什么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